这条小鱼刚从帝王蟹的体内孵化 事情是这样的 我朋友在进货帝王蟹的时候 突然发现里面有好多会游泳的 跟蝌蚪一样的生物 当它拍给我看的时候 我激动坏了 别让它发我一些 好鱼来了好鱼来了 走我带你们去看一下 太厉害了这个鱼 今天一大早终于收到这个鱼了 路上走了两天 也不知道存货率如何 让我们赶快打开袋子查看一下吧 刚一打开袋子 完了呀 一股臭味扑面而来 应该是运输时间太长 这个水已经坏了 不会吧不会吧 心心念念等了这么久的鱼 居然都死了吗 一条都不会动 正当我感到绝望的时候 突然发现 有两条小鱼开始游了 原来它们还有活的 并没有完全死光 赶快测一下炎度温度 然后开始过水 这个水温好低啊 哇塞 这个小鱼简直太可爱了 真的和蝌蚪一样 水好凉 简单的过完温过完水 我就把它们放入了冰箱 没错 养在冰箱里 因为这些小鱼是和帝王蟹一起过来的 它们生存的水温很低 从浓威或者是俄罗斯那边过来 虽然很喜欢这个鱼 但是条件有限 就留了十几条 其他送往水族馆 给水族馆送鱼去 到了啊 一会儿送进去 终于把这些小鱼苗带到了水族馆 还存活了几十条 水族馆有更好的条件和设备 以及可以更好的控制温度 这些小家伙们和帝王蟹一样 需要极度寒冷的水温 可能需要十度以下 才能茁壮成长 这大家可以仔细地观察一下 我这几只养在冰箱里的小家伙了 这个水真的冷啊 这些小家伙游起来 还真的很像小蝌蚪 它们为什么会从帝王蟹体内孵化呢 因为它们的妈妈会把卵 铲在帝王蟹的身体里面 而我们有时候吃帝王蟹的时候 就会开出来这样晶莹剔透的 类似于鱼卵一样的东西 等它们孵化 就变成了这样像蝌蚪一样的小鱼 这些小鱼苗 是短吻狮子与鼠的鱼类 它们平时生活在几十到几百米的水深 也就正常情况下 我们是不可能见到它活体的 除了帝王蟹的符 才能把它们活着带到了国内 然后成功孵化 希望它们在水族馆能够茁壮成长吧 也希望我家这几只能多养几天 让我多观察一下 最后给大家附上一些 短吻狮子与鼠的成体图 很美丽的鱼哦